今天台湾附近的东北季风减弱 水气也少一些 只有东半部有些零星的降雨 温度部分可以看到 尤其是在中部南部来得比较温暖 高雄高温27.4度 明天东北风会稍微增强 还好主要是在迎风面天气有些变化 台湾以北东半部云量偏多 有些局部降雨 新珠以南的天气还是来得比较稳定 北台湾温度略为下降一些些 中南部要留意的还是早晚比较偏凉 至于周末的天气如何 透过卫星云图一块来了解 从云图上可以看到 今天主要的云尘都从台湾的北部海面通过 虽然有部分的云移近北台湾 造成北台湾今天天气感觉比较阴沉一些 还好降雨不是很多 等到明天礼拜五 台湾附近东北风会稍微的增强 所以水气在迎风面也会有所增加 造成迎风面 基隆东半部明天云量变多 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雨出现 台北跟桃园同样云量也会比较厚一点点 偶尔有些零星的飘雨 但到了新竹以南中部南部就不用担心了 天气来得比较稳定 越往南边走 见到阳光的几率也就会越高 只是整个西半部在明天还是要留意 会有局部浓雾的机会 接下来等到礼拜六 东北季风要减弱了 慢慢转为偏东风水气减少 礼拜六目前看只有东半部有些零星在降雨 西半部的天气都是稳定的 只是大台北北部地区云层还是比较厚一些些 接下来等到礼拜天 风向进一步转为偏东南风 水气更少了 天气状况当然会更加稳定 在礼拜天目前看全台天气都是来得比较晴朗 只有华联台东云量比较偏多一些 温度部分透过地面天气涂涯来看到了 今天这个云城从北部海面通过 明天网提到可能封面略过了 后头高一出来东北季风稍微增强 但冷空气的量不是太多 所以只有在北台湾的温度略微下降两度左右 整体来说中部南部白天还是舒适到温暖 只是早晚会有些凉异 温度部分北台湾明天大约15到22度上下 至于在中部地区16到27度 南部则在18到28度 至于在东半部则是在20到26度上下 接下来等到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偏东南风吹起来 温度会进一步的回升 到时候全台各地白天舒适温暖 早晚烧凉 目前看在礼拜六到礼拜天的时候 北台湾高温有机会回到25度 中部高温来到了28度 东半部也有28度 南部高温就有机会来到30度上下 要等到下个礼拜二开始 温度才会明显下滑 所以最后天气上的小叮铃 就来告诉大家了 明天桃源伊北东半部 有些局部降雨 出门带把伞比较保险 中南部留意的是空气品质会比较差 西半部明天还是有局部浓雾的机会 至于等到周末假期 目前看天气是来得比较稳定 可以安排出游计划 明天天气透过图卡一块来关心 明天我们提到东北季风稍微增强 因此在基隆北海岸降雨机率就会提升 台北到桃源云量偏多 偶尔有些零星飘雨 新竹以南基本上雨就不太下了 北台湾温度略为下滑 基隆17到20度 台北新北高温21度 桃源16到21度 新竹16到22度 而到了中部南部越往南边走 见到阳光的机率也就越高 但西半部明天提防还是有局部浓雾 中部地区留意的是早晚比较偏凉 台中18到27度 彰化17到23度 南投18到26度 云林17到26度 嘉乙也是17到26度 到了南部地区 明天都有机会见到阳光的 留意的还是日夜问差大 台南19到26度 高雄21到28度 屏东19到29度 则日夜问差有10度之多 东半部地区迎风面 明天降雨机率会提高 宜兰 花莲 台东 降雨机率30到50 宜兰18到23度 花莲20到23度 台东21到26度 在外岛地区 马祖跟金门 也会有些局部降雨 澎湖云量偏多 未来天气透过图卡告诉大家 明天我们提到 东北季风稍微增强一些些 还要等到礼拜六的时候 水气减少了 温度回升了 礼拜天的天气更加稳定 下礼拜一晚上 另外一道封面会再度报到影响 锁定台式气象 军台每天跟您聊天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